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李文旺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播和三台晒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次就要說一下印度有多威風 成功超越英美 在今年成為世界霸主指日可待 還沒做的 還沒做世界霸主 但是他應該可以看趨勢就做得到了 為什麼呢? 眾所周知 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 就是每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是超過10萬單的 第一個達到這個目標的 就是偉大的亞美尼堅合縱國 好了,第二就是Brasil、巴西 現在終於印度都成功進入每天新增10萬確診者的俱樂部 俱樂部 現在印度的確診總數是1250萬單 你看這個數字好像都很多 但是對比起這個美國的數字其實它都是低的 當然印度你說它可能有些確診沒有記錄 這個都是事實來的 美國 美國都會有些確診沒有記錄的 大家那個比例應該 其實我估計印度都是沒有超美國的 但是現在的趨勢看起來就會超的了 美國就是370萬單新冠總數 就是確診的 印度其實現在還是疫情的第二波 那我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可以說有一波波的 其實好像第一波都沒有完過這樣 一直都向上升的 它沒有wave的,沒有波動的 它在狼狼上升的 他們就說自己是第二波 那國家都在說第三、第四波 我們起碼那個波,起碼都要有一個先 一波未平,一波有起 你看這個圖就是沒有波的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們這幾個月來 仍然都是在大示威 是沒有平息的 是沒有平息 那有件事他真的是什麼 莫迪寫說我要超越中國 那真是遠遠超越中國 這次真的 莫迪成功了 是啊,莫迪是很成功了 就是印度最成功的總理 起碼都有一件事超越了中國 是啊,而且大鼻子還要拋離 是啊,快要超越美國 很沉啊你們 還快要超越美國 有多厲害 超越中國都沒關係 印度從來都不是跟中國比的 印度是跟美國比的 從來都是 是不是 好了,這次就真的厲害了 現在在印度西部 就激增得很厲害 那個新冠 嚇死人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暫時 有一個情況是挺可怕的 就是有20%的病例就發現了雙重突變變種 那衛生當局就都不是很清楚 這個雙重突變究竟是不是會導致病人 第一,病得嚴重了 或者第二,就是傳播力更加強 不知道 那個在西部那個邦就叫做 馬哈拉斯特拉邦 那它現在就 開始了一些新的措施了 就是想,都是想阻礙那個病毒的傳播的 那 商場,電影院,體育館 和宗教場所 和其他非必要的營業場就會關閉 就是堂食服務也都暫停 那還做了一件事就是 周末不准出街 晚上宵禁 哇,那這些很不人道哦 用這個United States的標準 這些很不講人權哦 為什麼沒有人出聲說他不理人權的 有沒有搞錯,那就雙重標準 有些說這些措施 就是損害一般人的人權哦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是嗎? 是啊 但是其實我們個個都知道 就是其實封城這些措施根本很正常的 大家現在在抗疫嘛 我們經常都說 但是說中國封城不人道那些人 為什麼不說印度不人道呢? 那麼印度現在其實有一件事都很快的 就是每天它是為超過200萬人接種疫苗的 但是那個接種的覆蓋率就很低 那麼大約只有5%的人口 至少接受了一劑疫苗 那麼印度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印度那個疫苗產能呢 是世界最強之一來的 就是根據印度所說 那麼它印度政府就說 喂,現在新冠爆到狠狠聲哦 我們都要學一下歐盟哦 就推遲向其他國家出口疫苗哦 那麼在非洲呢 就是有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這個是一個高級的衛生官員 就出聲說了 哇,如果印度 就是將這個推遲向其他國家的疫苗出口 變成一個禁令 就是直接禁止疫苗出口 那麼對依賴印度新冠疫苗的供應的國家來說呢 就是災難性的哦 那麼在印度還有另外一個高級衛生官呢 他就說他希望疫苗出口呢 就是放緩的措施呢 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得到解決啦 但是呢 我們印度國內的疫苗接種加速呢 那麼需要平衡一下的 就是其實它平衡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先打完就不要出口了 所以現在這個疫苗是很麻煩的 就是我不知道澳洲買的那些 阿斯利康是不是在印度做啊 不是全部澳洲生產 加拿大那些就是印度做啊 所以現在不知道怎樣啊 沒事的 是好東西來的 現在仍然說不停有東西發生啦 哦 那先聽著喔 沒什麼的 我很有信心的 那麼現在印度我就這樣看 他們只有2.9%人口打了 加拿大就有8.5%人口打了 美國就有25.8% 等一下 你說印度的2.9%應該是打齊兩劑 因為打了一劑的人是超過5%的 應該是 我就這樣看到他的數出來 打齊兩劑 其實仍然是不夠的 很明顯 他說會送一些給孟加拉 莫迪上個月就派他外交部長說不用怕 孟加拉 我會送一些給你 我不是羅伯仔 可能不是送 要收10元兜 10元兜羅伯仔和孟加拉 我應該這樣笑的 不過這些老妹 在這裡講一下 還有一件事 印度這種情況其實是挺可怕的 他自己就說自己控制得到 長期都是說自己控制得到 實際上看起來就不太行 大家所謂控制的標準不一樣 我們人多嘛 很多人感染的 很多人害怕 現在我看到 他爆上去的東西真的厲害 剛才我說見不到球 其實他是有的 如果你看回他每天新增 其實他9月的時候就去到高峰 上年9月的時候就是9萬7千多單 就是差不多9萬8千單 每天新增 但是現在就破了那個數目了 現在是一天新增 10萬3千單 之前其實有一段時間真的降低了下來 最低的時候都是每天1萬多單 我對這些數字很不敏感 為什麼呢?就是 因為都是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你的波幅是沒有留意到 如果你不是仔細留意的話 你就以為他只是一波而已 原來不是 原來真的現在是有第二波來的 這個我要修正我剛才說的 因為其實就是這樣說 他們好像第一波都沒有完過 我整個感覺是 原來他第一波嚴格來說是可以 就是如果你當每天新增1萬多單 都是沒有問題 那他就第一波完了 那現在他們是迎來第二波 那其實挺害怕的 我覺得印度的那些數字 就不是真的十分準確的 那現在當然還有人開始說這個 雙重變異 有多危險 那就是印度官方的說法就是 雙重變異 就不是令到病例增加 這個是印度的官員說的 最大問題就是因為那些人 就是鬆懈了 他做了些什麼呢? 舉行分禮 搞這個大型活動 就是尤其是舉行選舉 而整出來的大型政治集會 搞到爆爆聲的 因為那些人聚集才會惹到病的 你惹到病不是因為那個病毒變異 而是因為你的人聚在一起 是的 因為他農民那件事 現在還沒有解決到 莫迪也沒有什麼方法解決到 所以他又不敢驅散 因為你知道其實他的農民的數目 真的挺多 還有我們之前有直接說過 他做了些什麼防禦公司 大家記不記得? 是 做一些高勞人 那些 是不行的 原來證明了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都是中了 他現在拆了他 我們笑到他吐電 還有其實現在西孟加拉幫會有選舉 那他就是選舉前那些造勢大會 是惹到到處都是 那當然這個雙重突變 現在大家都密切關注的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證據證明 這個雙重突變是會令到那個病嚴重了 或者會令到那個傳播力強了 但是印度其實 就是有些數據 我想那個可靠性是很低的 為什麼呢? 加拿大試過的 我們都有講過 就是每一班飛去加拿大的印度航班 都是有人中19的 十幾天每天都有人中 是很多人害怕 還要幾段時間那樣中 是由新德里飛過來的 未算其他地方 加拿大已經是這樣 那其他全世界想想都知道了 是很大的 所以現在加拿大突然間 是昨天和前天 每天都有三千單 其實是連續四天突然間過三千單 我個人覺得是跟這件事有關 因為那個時間是剛剛好 它是三月中 那幾十班飛機都是三月中過來 而現在四月頭剛剛好 估計是會到六千單 但是印度那個最嚴重的就是 印度那個最嚴重的就是 它跟BNO祖國是一體的 為什麼呢? 就是在龐姐浦邦 這個就是噴雜那裡 他們發現了 有八成的樣本 是有BNO祖國那個 建牌 Kent的變異 建牌 是肯特棍 其實 肯特棍 是的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一次 就是一個新冠快信 就是歐洲各國 就是中建牌 有牌崖 其實就是 免得 其實就是這樣說 它的名字叫Kent 那個地方叫肯特棍 但是 我們就不是很喜歡 用地方名字來做這個 就是變異的名字 是的 我們終於就想了這件事 說你都叫Kent 就叫你做建牌 就是又有 吃建牌有牌崖 這句話 這樣嗎?這麼慘? 是啊 吃萬寶路學業進步 這樣嗎? 是啊 有這樣的說法 那我們就 很多馬仔 很多隻馬在這裡奔跑 這個就是萬寶路 所以 但是建牌不是這樣的 建牌的廣告不是這樣的 你可能小時候沒有看過 太乖了 中建牌 有牌崖 這個就是肯特棍 因為那個BNO祖國那個變異 就在肯特棍那裡出來的 那我們就叫做這個建牌 他中了建牌 現在就是 印度就很可能會 就是建牌變種就會成為 印度的主要變種 而且建牌這個變種是 令到感染數增加得很快 就是這個就是歐洲發現的情況 就是這個建牌變異就很厲害 那應該我們會講一講的 就是這個新官法上那裡 那現在印度的情況 就絕對不樂觀的 那幸好 就是印度和中國那個關係 就老實實 就是不是十分密切的 那會不會透過邊境的東西 回去中國呢 相信就不會了 那這個是 就是唯一可以 覺得是挺好的事呢 那其他東西當然都是很麻煩的了 現在印度這個這樣的情況 不過印度他們不會覺得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現在 就是已經成為了西方的重器 那麼 Superman 很威風的了 Indian Superman 是的 沒錯 非常強 是成為了西方以重的重器 那這個我們又會講一節的 那今天也會有很多 跟印度有關的節目 那希望大家多些關注 去看一看 那這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待會回來我們再講 有關印度和新官的議題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